王醫師 妳這個新聞妳有注意到嗎 有啊 網路上妳有去看嗎 對 我覺得要很小心 如果是開鴨肉店的話 不要隨便說人家毛掌期了 因為這樣會被人家誤會很壓霸 都連得起來 霸霸 對 可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昨天看到一個病人 他是二十年前在暴震場上 暴得非常熱烈的 就是在走在路上 無緣無故就被潑不明議題 然後眼睛整個就是被強酸強檢弄到 然後二十年後看到他 我是覺得我身為一個眼科醫師 當我看到他的眼睛的時候 我完全知道他經歷過多少的痛苦跟困難 然後今天才可以站在我面前 但是我想其他的人一定沒有辦法理解 可能看到他的眼睛 就會覺得他好奇怪 點點點 對不起 你說他被潑什麼 應該是被潑 他自己說不明議題 因為他也不知道 然後二十年前又沒有這個 到處都是監視器 然後犯人也逃走了 他也不知道他被潑了什麼 然後也延誤就義 然後就是一個這麼辛苦的人 站在我面前 可是他講了這樣子 我看到他的眼睛 女生 我想說剛好是因為我是眼科醫師 我才能瞭解他經歷過多少的痛苦跟掙扎 還有治療才能走到今天 那我講這個故事的意思是說 當我看到這個故事的時候 比如說這個網信的店員的這個乖利 還有這個女性的這個送貨員 不是 外送員 我想講的是其實我們一開始 如果不是跟他們相處的人 我們並不知道他本來的人生 為什麼會變成這麼乖利 這麼令人討厭 竟然會說出 然後感覺好像一副黑道的樣子 那我自己是想跟他分享說 我看有一個這個節目很好 他就是講有一個黑道大哥 然後本來都是在外面逞凶逗狠 那突然有一天他就放棄了 然後要去做家庭主夫 他這個節目叫做極道主夫 那他裡面有一句話 我覺得很有意思 如果你用暴力跟拳頭 你一直要幫他宣傳 為什麼不宣傳新聞網 因為新聞網比較紅 他真的說 如果你不能用暴力跟拳頭 處理社會上的任何事情 你就不要用暴力跟拳頭 處理事情 我覺得這句話 給我的影響很大 因為我曾經也在那個急診 被就是說 我叫一個病人進來看 奇怪怎麼進來一大堆小弟 然後把我團團圍住 然後這個病人坐在我前面 都還沒有開始講話 旁邊的小弟就嗆我說 醫生你給我注意喔 你一定要把我大哥眼睛弄好 他如果沒好 他如果沒好你就會怎麼樣 我心裡真的是被團團包圍 拆前面一個病人 很小的診間 然後圍了七八個小弟圍住 我也經歷過這樣的情形 所以其實我很感受到 那個女外送員 她的心裡有多大的壓力 可是因為當年我不是大學生 我已經是一個醫生 坐在那個診間裡面在急診 那我就跟這個大哥 這個前面後來我才想說 我這個小弟這麼多 這個前面顯然是個大哥 後來確實也是大哥 然後我只跟他講一句話 我就把那個場景化解了 我就說大哥你怎麼說 不要我說話叫大哥說話 然後大哥就叫他們全部都安靜 意思是說當你遇到那種 比較困難的情形的時候 你可能真的要收斂彼此的情緒 我有看這一個影片 我覺得從頭一開始前面半斷了 都沒有問題 兩個人都沒問題 就是外送員只是在問單 然後就說是不是提醒你沒有做 然後這個其實這個王姓店員 小店長一開始 我覺得他也很好 他說不好意思 你可能你要再等十分鐘 不好意思還沒做到你 其實一開始他的態度是很好 但是我在想有沒有可能是 一月二號天氣有夠了 那天大家都沒辦法 不想出門 所以是寒流 還有寒流 然後又元旦 大家都在放假 本來這兩個都是值得稱讚的年輕人 一個願意在家裡面 就是煮這個鴨肉 然後這麼賣 很興趣 雖然你看他一個傀儡 可是他很認真在家裡做 一個願意在外分波 一個然後一個是願意在外面 就是說為了多賺一點可能錢 然後就是很忍耐 兩個其實本來都是不錯的人 但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 真的是這個王姓店員 他後來沒有忍住情緒 情緒失控 他可能本來就是那樣子的人 或者是他的家庭裡面 或者是他周遭的環境 常常就是遇到事情 他就覺得就是 因為這個很明顯是 我覺得我們要想 我們看到王姓店員 也許你自己不知道 但是你這個事情 一鬧到社會大眾的時候 是不是社會大眾都覺得 不可思議 很沒有禮貌 你就是不可思議的沒有禮貌 而我們為什麼會遇到 不可思議沒有禮貌的人 我認為有兩個 第一個這個男生 為什麼這麼沒有禮貌 他可能從小到大 他都不覺得禮貌 對他的生活 有沒有什麼幫助或改變或需要 他覺得有禮貌跟沒有禮貌 我都一樣的辛苦在賣鴨肉 我對客人很有禮貌 客人好像也不會跟我說 謝謝等等等 都有可能 第二個是偏見 我認為這個男生 有對女生的一個偏見 常常比如說 那個我自己是不會遇到 我們那個同事比較年輕的 可能看起來二十出頭的 他只是出去買一個蔥抓餅 客人一多的時候 那個蔥抓餅的 那個如果是比較年紀 比較大的人在賣 會開始很 因為人多很不耐煩不客氣 就會開始他買好幾次 人少的時候不會怎麼樣 但是人多的時候 就會開始不耐煩說 你這個到底要不要加啦 你到底是 你要不要怎麼樣 然後你趕快啦 趕快做決定 然後可是我那個年輕的朋友 就有發現 這樣子的老闆 只會對他這個年輕女生這樣 如果是對其他 比如說像瑞德哥之類 就會說 你要贏 你考慮一下 你又好長期了沒有 就是態度 其實在完全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 對女性的偏見 這個社會有一個 很根深底固的 對女性 對特別是年輕女性的偏見 然後你看他在嗆他有沒有長毛 其實他的毛也沒長出來 需要父母帶不是嗎 其實這本來是一個 很小很小的事 對 很小的事 就是說我幫你做一個壓肉便當 然後請你帶走 如果慢了一點 跟你道個歉 還是沒問題的 可是現在整個社會是 有很濃烈的情緒 第二個事情是拜科技之賜 有人把它錄音了 我相信這個是這個外送員 錄音的 那錄音你就沒有辦法辯解了 現在搞到警察局都要上門了 這樣 可能他要賣行李也做不到 對 是啊 那為什麼會鬧到這樣 我覺得現在整個社會 他的就像曾大哥講 他整個那個就是應該講說 經濟的那個整個結構 它是在極度轉型的 他可能不是你在家裡面 賣個鴨肉便 我在那個什麼 走廊那種節大 我就開始賣鴨肉便 我呢口碑相傳 那到時候你們就 我就是很簡單地做生意 現在其實就是 他加了很多的智慧的這個所 比方UberEat 這些這些介面 來幫你可能 比方說你外送啊幹嘛的 所以你不會只是服務 你這個區域的人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除了剛剛曾大哥講的 可能網路 這個如果發酵起來 你做了什麼事情 他一定沒有所謂的秘密 他一定會被這個極度的討論 所以你要面對的 可能不只是你的客人 還有外送員 還有可能外送員之外的 一些客人的一個回覆 你都不知道他們的一個 那個應該說反應是如何 所以這些都要面面俱到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你如果是這個 女外送員你會怎樣 我是覺得 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其實整個社會 現在已經變得很大的什麼 積極的一個戰爭 這樣跟我舉例來講 積極戰爭嗎 是 我跟 比方說我曾經在節目裡面 我只是反映出我的心聲 大家記不記得三倍券 然後那時候我去 我去這個 去超商買了三倍券之後 但是後來我回頭跟他講說 我要那個 因為他有一個 應該講說優待碼 就是我可以買 第二杯半價的咖啡 結果店員就跟我講說 沒有 你要買之前就要告訴我 我才能讓你有這樣子的優惠 那你先拿了優待券之後 我就你這個優惠就沒了 好 那時候我就會小小的 在節目上 我們哇哇哇 抱怨了一下 曾大哥 我跟你講 不得了 後來很多那個超商的一些 從業人員 就是說他可能是櫃台的幹嘛 他們就很多意見 上Youtube他就罵我 他可能就是說 文安姐你都不講的狀況 我們多辛苦多累 我們一定要面對多少人 那你自己要講 我們規矩這麼 都寫得清清楚楚 羅列式的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搞清楚狀況 我不可能服務你一個人 我們要服務很多人 這個我就懂了 這個代表什麼 其實他們有他們的難處 好 再來 比方說我們講說 現在外送這一塊好了 我也曾經點了一個套餐 送到家裡面 曾大哥 我打開來 那個鼓勵菜一口 一口 你可以接受嗎 雖然它才四十四十五塊吧 四十五塊一口 這幾個 我打開我整個驚喜 我看奇怪 這是用頭架 是什麼的 不過就是一口 結果我就反應 然後可是我在我的臉書上 我貼出來之後 但很多人就說 一定是外送員偷吃 我問姐 你要查上面的標記 有沒有被撕開 外送員都會 有時候會偷喝人家的飲料 偷吃人家的餐之類的 好 這時候外送員來了 他覺得你們為什麼要看別 我們的職業 我們也有我們的尊嚴 我們忙都來不及了 還有那個食言功夫 把你打開 然後再偷吃一口 為了那一口 我告訴大家其實外送員 辛苦的地方不是在 那個所謂路程上面的 那種危險 或趕車的這個時間的壓迫 你知道嗎 他光是比方說你買 點一些湯湯水水 他去想辦法 我怎麼樣不要翻倒 然後我要把它擁吼 而且要安全的 那個袋子裡 外裝袋裡面 不能流一點湯出來 因為客人會抱怨 到時候他可能反映到 所謂的這個系統裡面 或者是你的什麼 我知道他馬上會扣點說來幹嘛 其實那是很嚴厲的 所以透過這些 就是跟這些 我跟你講這些人的接觸之後 我才發現 現在充滿了階級的這種意識 因為我覺得要是 我是那個女大生 我會覺得我已經 現在大學生很辛苦 他可能要工作 妳應該尊敬他 你要尊敬他 他也應該尊敬他 是 所以那個姓王的先生 我有一個感觸 就很多 我不知道 瑞德哥一定有感覺 你告的那些人 在鍵盤後面很壞 意思是我家裡很壞 這個店長你很努力 你很努力 你也靠你自己 可是那個外帶人 也靠他自己 你沒有理由瞧不起他 對 沒錯 所以這個事情的憤怒 是由這裡開始 對 再加上科技 而且我講一下 他本質上的內心 是有問題的 因為從事情後面的發展 我看起來他是有問題的